我们没有讲开战的问题 我们就赢战的问题 但是机会不是我们制造的 我们从来不挑衅 这个战不是我们发起的 我们完全就是赢战 增多久不成了吗 我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 我战到最后 我们说讲说敌人没有登陆 敌人没有登陆的话 又把这个议题抛到 自海自空就后就不搭了 所以我特别讲到 只要中共的旗帜 没有插我们各部会的楼上 他就没有赢 这都就是一个很大一个空间 代表我们说自空自海以外 还有地面防卫 现在是在加强 事实上以前也有在准备 因为我们每次汉光 也是去推延到自空自海 一到登陆的话就停了 大家认为 你怎么没有地面防卫这一块 事实上一个国家要防卫作战的话 那一定全面的信仰 不会讲到到某个成绩 我们就停了 这决定是站到最后 何况我们没有主动的东西 我们没有讲开战的问题 我们就迎战的问题 但是机会不是我们制造的 这个战不是我们发起的 我们完全就是赢战 赢战一定是站到最后 但我们从来不挑衅 你撑多久不行了吗 不奉陪到底吗 我两个人去看他打多久 他牺牲的程度 他的门尘是受了 这其实讲起来 什么防卫作战 是很迫不得已的 但主动性不在我们 我们都是被动的 你讲说你对我们也在 赛有三段 给我们压力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也好 哪怕一个家庭 你个人也好 一定要有所表达你 每次有事情的不满 我们也要居于地争 就是这个概念 他说潮光帮主观大致 打得下来 他先是留费 或下去才能够做 但是呢 他怎样的说 他就是先是 建造总统吗 战 作战有很多历史 有很多战术 这都是我们作战部门的同员 国防部所有同员 在策定计划中 他做一个惨口 但我们不要忘了 有所谓的战胜不复 就是同样一个时间 同样的时间 不同的地方 用同样的方法 不见得产生同样的结局 年代那么久远的 武器装备的更新 但是会有很多 我们该准备变数 它也会有变数 都会变 没有想一口咬地 这是很暗利 不战利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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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